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過外界亦在猜測 俄國總統普京的強勢態度 和北約的持續支援烏克蘭 如果發生直接衝突 將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有專家分析認為 如果北約設立禁飛區 俄羅斯打到了北約基地 不斷將會是導致三戰爆發的源頭 美國著名之父戰略 和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馬克康西安分析了 最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五個可能 其一 北約設立了禁飛區 烏克蘭總統習倫斯基 已經多次要求美國和北約 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 不過都遭到拒絕 主要是因為北約擔憂此舉 會引起和俄羅斯的全面衝突 禁飛區是將令北約的軍隊 在烏克蘭上空進行巡邏 並擊落所有違反禁飛指令的俄國戰機 而且摧毀俄軍的防空系統等 甚至還要求北約軍隊 來打擊能發射導彈的俄軍地面部隊 這個如同要求北約軍隊和俄軍交戰 其二 俄羅斯襲擊北約 對烏國提供武器之基地 陷勢案表示 美國等北約會員國正在將軍事支援 運至波蘭等地再送到烏克蘭境內 但俄羅斯警告稱提供軍事援助就視同宣戰 但軍事補給基地位於北約會員國的領土 因其在波蘭境內 如果俄軍進行襲擊 不斷將遭到所有北約會員國全面反擊 第三種可能 即是烏克蘭遭佔領後 美國和北約國家支持了烏克蘭掀起叛亂 並提供支援 此時俄羅斯亦不會坐視不理 可能會針對切於北約國家境內的半軍基地 來發動攻擊行動 這種情況同樣亦會遭到北約國家的全面反擊 第四種可能 當俄羅斯因九宮不下烏克蘭 而發動了化學、生化武器 甚至核武器的攻擊 而烏國人民和政府將採取更激進的反擊 同時北約將對於這些行為 來發動更為嚴厲的制裁 第五種可能亦是西方國家最擔憂的事 即是俄羅斯對於北約發動入侵 如果俄軍佔領了烏克蘭後 如果持續往前推進 而打擊波羅的海國家或波蘭 即使專家普遍認為 這種可能性非常小 但仍然有存在風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俄羅斯國家杜馬的共產黨代表 薩玉斯·佳洛夫語出驚人 他提出要再令這六個國家去軍事化、去納粹化 其意指要再進行更為廣泛的攻擊行動 根據外媒報導指出 薩玉斯·加洛夫在一份文件中聲稱 烏克蘭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能確保俄烏比斯 和歐洲人民的安全 為了更完整地確保俄國的安全 除了烏克蘭之外 應該要令波羅的海三國 摩爾多亞和哈薩克 皆應被俄羅斯納入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的目標 上述六國之中有四國是屬於北約成員國 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的高級顧問 波多里亞克在推特上分享了這個消息 而且將其解讀為俄國將可能會全面進攻這些國家 俄國議員已經明確地表達這樣的立場 是敢攻打烏克蘭只是一個開始 俄方已經坦誠將會留下更多歐洲的鮮血 俄軍入侵烏克蘭後 不斷有平民、民用設施遭攻擊的消息傳出 引發國際社會塔佛 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27號稱 俄軍對港口城市馬立坡的圍困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並稱俄軍將二千多名兒童帶出該市 將他們和其他平民一起驅逐到俄羅斯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習倫斯基27號表示 俄軍圍攻馬立坡的行為已經造成人道主義災難 該城市所有出入口都遭到封鎖 俄軍甚至砲擊救援車隊導致司機身亡 食物、藥品和食水無法輸送進去 習倫斯基並表示 俄軍正在將當地民眾強行轉移到俄羅斯境內 他說 根據我們的訊息 有兩千多名兒童被帶走 這個意味著盜取 他們的確切位置不明 他們可能和父母一起在那裡 也可能沒有和父母在一起 總而言之 這是一場災難 目前無法證實習倫斯基的說法是否準確 但CAN報導引述一名親俄人士說 每天約有1,700人從馬立坡和其他城市疏散到俄羅斯 另外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最新統計 目前至少已經有1,119名烏克蘭平民在戰亂中喪生 另有1,790人受傷 2月24日至3月26日的統計數據顯示 烏克蘭相亡平民名單包括15名女童、32名男童 以及52名性別不祥的兒童 報告稱 多數平民相亡皆是由大範圍爆炸性武器所導致的 包括重型火炮、多管火箭系統、飛彈和空襲轟炸等等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認為 在部分衝突嚴重的地區 相亡報告較慢 另有許多報告刑代驗證 因此推斷烏克蘭的實際死亡人數遠高於上述評估 而聯合國難民處統計 烏俄戰爭已導致360萬烏克蘭難民逃往國外 大部分由東歐國家接納 其中超過200萬人進入波蘭 斯洛佛克湧入25萬人 匈牙利超過30萬難民 逃到羅馬尼亞烏克蘭人超過50萬人 如果包括在境內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 數字恐至少1000萬人 幾乎等於烏克蘭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俄烏戰爭引發國際關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7日指出 隨著俄羅斯入侵波克蘭的事態發展 世界和日本可迎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危機 他強調決不允許在印太地區 尤其在東亞 憑借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日本放送協會報道 岸田文雄27日出席專門培養自衛隊幹部的 防衛大學校畢業典禮 他自此時趕到俄烏戰爭時表示 國際社會秩序正面臨威脅 根據事態發展 世界和日本將迎接二次大戰後最大危機 岸田提到日本對俄國制出的經濟制裁 及對烏克蘭提供的協助等 還強調對於武力片面改變現狀 國際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堅決對抗 針對俄羅斯這次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舉動 岸田說權不允許在印太地區 尤其在東亞憑借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國際社會的選擇和行動將決定未來的趨勢 對於北韓一再發射彈道飛彈 包括新型洲製彈道飛彈 以及中國步步緊迫的關事擴張 岸田亦重申 將加快有關安全保障 包括國家安全戰略等三項文件的修訂 他表示 會在不排除所有可能損害的情況下進行檢討 從根本強化日本防衛能力 此前 烏克蘭總統澤良斯基23日 在日本國會發表事信演說 內容含蓋核武之害、核災、沙林毒氣恐攻等議題 他還批評國際機關及聯合國安理會沒有發揮功能 他認為防止侵略需要有新手段 聯合國應該改革 盼日本發揮國際領導力 並希望日本繼續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 之後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 日本政府內閣會議25日通過對俄羅斯追加制裁的決議 將造船廠、研究機構等81個團體 列為全面禁止出口對象 加上先前已公布的49個團體 總計130個團體 目的是與歐美同調 對俄羅斯的造船及軍事領域造成打擊 岸田並宣布 日本政府將向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 在衛生、醫療、糧食領域提供1億美元 追加緊急人道主義支援 在歐洲領導人強調避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的重要性時 美國總統拜登否認美國正在推翻普京的政權 即使他似乎呼籲將俄羅斯總統趕下台 拜登週六在華沙的一次演講中譴責普京入侵烏克蘭的暴行 並說看在上帝的份上 這個人不能繼續掌權 次日在返回華盛頓市 拜登被記者問及他是不是在呼籲更換政權 這位美國總統回答說沒有 據《金融時報》報導 前一陣子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美國多次表示 我們沒有在俄羅斯或其他任何地方實行政權更跌的戰略 布林肯星期日在耶路斯蘭發言時說 總統昨天在白宮晚提出了一個觀點 很簡單 普京總統不能被授權對烏克蘭或其他任何人發動戰爭或進行侵略 對此布林肯評論說 這是美國第二次使徒迴避要求將普京趕下台的講話 拜登在講話中還警告 跨大西洋的民主國家 要為保護歐洲的自由而進行未來的長期鬥爭 白宮後來表示 總統的觀點是不能允許 普京對其鄰國或該地區行使權力 而不是一個政權更跌的計劃 歐洲一些國家強調了 被面對原政治局勢升級的重要性 歐盟首席外交官博雷爾 在被問及拜登的評論時說 在歐盟我們不追求政權更跌 那是俄羅斯公民自己決定的事 如果他們可以決定的話 法國總統馬克龍說 他不會附和拜登的話 還是應該努力避免局勢惡化 並補充說 他志在繼續跟普京對話 試圖實現停火 我認為我們需要實事求是 將一切努力 不要讓局勢螺旋式地上升 馬克龍和法國第三電視台說 我不會發表這類評論 我們不應該處於通過語言或行動令戰爭升級 英國表示 他沒有推動政權更跌 並認為應該向普京提供一個脫離戰爭的下坡路 一位英國高級官員說 原則上來說 激勵良好的行為是好的 而不是通過宣揚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來鼓勵更糟糕的行為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同星期日《電信報》說 如果普京從烏克蘭撤軍 並承諾不進行侵略 就可以解除制裁 《電信報》說